黑泥塘里藏着常见人赚钱的宝贝 你看到有那个洞 跟着这个洞继续挖到底 十一年前 称子卖不上价 农户养殖利润低 当地人开始大胆创新 他创新养殖方式 让称子母产量达到五千斤 现场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那个线蛙保证品质肥不肥 给你们看一下 他尝试线上销售 让称子走出长街 一斤卖到三十八元 二零二二年 长街镇称子年产值 达到一点四五亿元 看不齐尔的小称子如何带来大财富 财富无处不在 行动成就梦想 欢迎收看制服经 来 各位 先给您看一样东西 来 您看 这个黑乎乎的东西 它到底是啥呢 这个叫称子 您可能要问了 说这个麦香它不怎么地啊 而且还带着泥巴呢 其实啊 这正是让称子宝鲜的秘诀 有了这个泥巴 这个称子在长温之下 可以存放四五天 而且依然是鲜活的 今天的称子呢 来自浙江省宁海县的长街镇 那里的称子有名气 味道好 而且这个鲜中啊 还带着那么一丝甜味 现在长街镇称子养殖的面积 有2.5万亩年值 达到了1.45亿元 但是在11年前 当地的称子产业 却是举步维艰呢 11年的时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咱们一块儿到当地 寻找答案 这里是浙江省宁海县长街镇 这一天 这里来了很多游客 大家都是奔着黑泥塘里的 一样宝贝来的 这个都多爱 这个都多爱 裤都一定要绑牢啊 对吧 这个很重要 之前没有下去 第一次下去 很期待啊 这因为这海棠呢 我们看到 平时就很担心 对吧 我怕就是把自己弄脏 现在有这么好的装备在 我们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嘛 现在游客们都信心满满 可一下到黑泥塘里 大家才发现 想干这事 可没那么容易 好不容易在泥塘里 站稳了脚跟 大家还是兴冲冲地挖银子 可二十分钟过去了 挖上来的没有几个 本来信心满满的 最起码我想一锣布会嘛 两块不行吧 一块总要有啊 现在我觉得零突破了 我可以再来一点 紧刷天花就算了 本来想挖个三十斤嘛 现在挖了三个 感觉都很难 想回家嘛 想回家很难 真的很难 看游客们挖不出来 当地的养殖高手决定 教大家挖银子的窍门 记者也想跟着学学 你看到有那个洞 没有洞的地方 你基本上不用去看 也不用去找 这种洞 对对对 跟着这个洞继续挖到底 都是啊 你看 挖不到底 你抓住我 你抓住我 不要扶后面 不要扶后面 你抓住我的手 不要扶后面 我拉你 你扶着我 来 一 二 我挖到一个 对对对 你挖越有进步 挖得越增越大 大家了解了 挖银子的方法 再挖就变得简单多了 挖出来的银子 黑乎乎的 其貌不扬 它的真面目 到底是啥样呢 咱们来看看 您瞧 是不是好看多了 银子在软泥滩上 挖学生活 它们有两根 发达的水管 从入水管 吸进食物和新鲜海水 再从排水管 排出废物和污水 这时候 就会像这样 喷出一道水柱 银子是宁海县长街镇的特产 这里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地理环境 使银子生长快 个体大 肉又嫩又肥 还带着一丝甜味 每年镇里都会举办 银子节 挖银子就是银子节上的一项活动 除此之外 还会请游客免费品尝撑银子 跟您的感觉 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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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您买过做201吧 我不知道 为了口感 不大 阿姨 做了衣服 来 就太有香了 咯 不行 不行 不 吃了 哇 不是 我 还能带着 这这这 这这这这 这这吧 怎么样 味道很好 很香的 我很喜欢 对 嗯 您瞧 像这样个头的橙子 已经能卖到38元 2022年 长街镇橙子产业的年产值 达到了1.45亿元 这边的橙子出了名的很好吃 所以我们特地赶过来的 长街的橙子真的好吃 又鞋又甜又嫩 已经缩好了 在那边缩好了 定了已经六蓝 对对对 50斤左右 48斤 别看橙子现在这么受欢迎 但是11年前 这里的橙子只能卖到12元一斤 不仅价格低 销路也打不开 产业面临重重困难 有的时候一个头赚2万块钱 用机好的话一个头赚20几万 差别很大的 为了让养橙子多赚钱 当地人可是没少想新招 11年的时间 橙子的价格涨到了以前的三倍多 也让农户的钱袋子裹了起来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长街镇称字养殖历史悠久 最传统的养殖方法就是像这样 在海边的滩土上养殖 养殖成本较低 但是这种养殖方式一直存在很大的弊端 海里面就是说成本比较轻一点 风险是大了 这个风险有时候一个都没修 以前养殖海外了 海外那个台风把那个橙子苗全部刮走了 一到7月份那橙子全部没有了 极端天气天敌等因素导致养殖风险极大 当地养殖户们也很苦恼 2012年当地开始推广一种新的养殖方式 围堂养殖 围堂养殖是在距离海边一公里的地方 挖出水塘 筑集水坝 这是连接大海和水塘的闸门 掌潮的时候打开闸门 把海水引到水塘里 等到采挖称字的季节 需要在落潮时打开闸门 放出海水 当时长街镇的称字养殖面 面积大约有一万亩 都是海边滩土养殖 突然听说要换成围堂养殖 大家心里都没底 没有人敢大着胆子去尝试 我们一开始都是不改的 一开始花本钱都是有点怕 自己有没有多少钱 大家都怕创新会失败亏钱 这时候有一个人率先站了出来 他叫徐大斌 是第一批大着胆子进行围堂养殖的人 创新可以增加更多的收入 如果你不去创新增加收入的话 那个养殖利润就会变得越来越低的 徐大斌建起了养殖基地 在专家的指导下 他用泥巴在水塘里堆起这样的田笼 每个田笼宽三四米 秤子就生活在田笼里 田笼与田笼之间用水沟相隔 便于排水和操作管理 秤子的新家建好了 就开始挑秤子苗了 今天准备放秤苗 这一个糖能撒多少斤 一个糖要700多斤 怎么样这个秤苗 秤苗很好 怎么看出来它好 现在就是说只要破址不多就可以了 就是成品力烧一点 每年三月份撒下秤子苗 需要养殖一年 第二年三月开始采挖 到五月采挖结束 精心养殖了一年 2013年三月到了采挖的时候 徐大斌却傻了眼 秤子又瘦又小 当时只有三四厘米长 这样的秤子根本卖不上好价钱 最后只能低价处理了 一算账勉强保本 你肯定要去试着去改变 你以前的养殖堂的租金 只有几百块 现在都增加了四五倍 五六倍都有 那你不去创新的话 那哪里去增加五六倍的收成 肯定要去创新 肯定要去改变 徐大斌找到专家请教得知 秤子喜欢吃藻类 以前在海边摊涂上 因为有潮汐 每天新鲜的海水 都会带来充足的食物 秤子靠天然食物就可以长大 但现在在水塘里 因为换水的成本太高 十天左右才会换一次水 海水里的藻类 根本不够秤子吃 徐大斌就在水塘里种上了水藻 还要定期给水藻提供肥料 这个是主要给水里的藻类增加营养的 增加水里面的藻类 藻类是给秤子吃的 里面有氨基酸 有维生素 有葡萄糖 这一些肥料里面是活性的菌体 可以给水藻提供营养 施肥也很有讲究 这一般多少时间弄一次 看水的肥度 水如果变轻了的话 其实是如果水还有一定的浓度的话 可以晚一点 这个要看自己能够把握 徐大斌精心养殖 转眼又到了新一年的采挖季 他的秤子个头大了不少 体长都能达到五厘米 但徐大斌兴冲冲挖了一个泥塘的秤子后 秤了秤 他又笑不出来了 原以为能收获五千斤左右的秤子 结果只挖出了四千斤 这让他很失望 徐大斌琢磨 水藻也重了 秤子食物中足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他找到专家请教得知 秤子是学居动物 它们在软泥里 能钻到一米多深的地方 而人工挖秤子 一般只挖到四十厘米深的地方 很多秤子挖不上来 造成了损失 徐大斌意识到 必须要创新 要改变 人工费会越来越高 以前的话 一个补秤的工人工资是一百多块钱 现在都将近三百块钱了 所以要动脑筋去不断地改变 在专家的指导下 徐大斌干了一件新鲜事 在泥塘里铺网 网是白色的 网是白色的 土是黑它就变成黑了 就窗子最深就抓到这个地方 对对对 所以你挖到这里的话 它肯定它跑不了了 你看你已经挖了百分之九只了 就差这一点点就老是抓不到 铺了网以后呢 虽然增加了前期的养殖成本 但是到后期来说的话呢 捕捞速度跟那个捕捞成功率的话 低高了两倍 总体算下来的话还是更划算 网铺在泥塘下面四十厘米深的地方 这样既保证了铺子的日常生活 又能防止铺子钻得过深 捕捞就容易多了 通过一系列的改进创新 徐大斌让铺子的亩产量达到了五千斤 个头还大 而在海边滩土养殖 亩产量只有三千斤左右 看到徐大斌成功了 很多农户也跟着他在泥塘里养起了铺子 提起徐大斌大家都很佩服 徐大斌这个人就是说 什么东西都是比较创新走在前头 就是说他什么东西都是第一批 就是说盖在人家前边 就是说创新在人家前边 当地人大胆创新改变养殖方式 提高了产量 当地人也有口福了 您瞧 吃铺子的花样可不少 吃的时候把铺子壳去掉 其他部位就都能直接吃了 咬上一口 除了鲜味还有一丝丝甜味 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来长街一定要吃这个铺子 为什么 你看吃的有点甜 有点嚼劲 长街铺子有了名气 靠着口口相传 周边县里的人也来到这里购买 但当时产品最远 也就卖到宁波市 想卖得更远 奴户可做不到 卖铺子很难的 到堂口零售是零售不出几斤铺子 一斤 两斤 你卖多少去 你这么多的份量找上来 卖给谁去 2020年 一位20岁的年轻姑娘站了出来 声称要将铺子卖到全国各地 一起去认识一下她 她叫罗梅林 2000年出生在宁海县长街镇 大专学的是跨境电商专业 2020年20岁的罗梅林决定 回乡帮父亲卖铺子 因为我看到一个趋势 就是电商的一个行业 越来越好 再加上我父亲的话 是有自己货源的 所以我想着 电商有货源肯定是比较好做的 所以我想尝试一下 罗邦友养铺子二十多年了 一直是线下销售 客户都是本地人 他也想将铺子卖到更远的地方 但是苦于没有门路 所以当女儿提出想打开 线上销售渠道时 罗邦友很支持 罗邦友和罗梅林进行了分工 罗邦友负责把握产品质量 罗梅林负责销售 每一个泥塘准备要挖铺子之前 罗邦友都会进行采样检查 检查方式还和别人不一样 别人采样挖出来看看就行了 罗邦友却要这样做 放松法 不容忍铺子 罗邦友 以前我们友喆的汤汤 曾经一看 最后才拿到最后 我们顺 человека 我们现在摔到您家 都要抓到冯泽 上烤 nothingst 它是很大的 放松法 我们现在马上 我们家大家要做好 这个姿汤 How much 我相信 那不然我们这个城市暂时不抓了 要终于到它长肥的时候去抓 现在不抓了 绝对很好的 有父亲把关产品质量 罗梅林信心满满 他利用在学校学到的知识 拍摄短视频和图片 上传到网络上 将称字定价38元一斤 网友都觉得 罗梅林的定价太高了 罗梅林很着急 愁得睡不着觉 父亲看在眼里 也很心疼 他那天晚上也是有点受委屈的吧 那天晚上跟我交流了一下 他老爸我不想干了 真的很累 我说你没事的 不可能每个人 本样都是很顺利的 所以开的东西是有点难 慢慢的你会成功的 有了父亲的鼓励 罗梅林振作起来 他开始反思 大家觉得价格高 是不了解称字的品质 平时他都是在专卖店直播 没有说服力 他想如果把直播间搬到黑泥堂里 让大家看到称字的生长环境 在现挖现发 会不会更有吸引力呢 他立马在黑泥堂里进行了尝试 直到现在 他也经常在黑泥堂里直播 没有 我想带你们现场来看一下 我们现抓的一个现场 就是让你们买的放心 吃的放心 你们吃在嘴里的味道是鲜甜的 这个季节的鲜子是非常肥 所以说吃起来非常好吃 今天拍的下午八货 明天早上你们就可以收到货了 现场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那个现挖的现场 黑泥堂 原生态 给罗梅林带来了流量 加上他能说会道 全方位给消费者们展示称字的生长环境 坚持直播了一个月 罗梅林终于卖出了第一份称字 卖了304元 将近一个月左右吧 才卖出第一单 很开心 很激动 我觉得那一单来时 对我特别重要 罗梅林兴高采烈地 发出了第一个订单 但他美滋滋了没两天 消费者的电话 就直接给他浇了一盆冷水 很严重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我以为就是包装好 发货就行了 但是我没有考虑到一点 因为本身称字 它自身就是易碎品 最严重的是 一个包装盒里面碎一半 一开始 罗梅林将称字洗干净 放进塑料盒运输 称字壳薄 还很脆 在运输过程中 很容易碎 罗梅林忽略了这个问题 他将货款退给了消费者 此时此刻 他才意识到 把称字卖得远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必须要解决 称字壳碎的问题 罗梅林不断尝试 定制了这样的竹篮包装 我现在包装是个五金装这样子 这个篮子是竹篮的 里面有一层是防水垫 它不会漏水 像收到货了 就是外面不会溢出来水 然后上面有个盖子的 而且但是这竹篮包装的话 比较解缘大气 如果买去送人也是比较有面子的 竹篮在放进这样的泡沫箱里 称字就不怕壮了 不光改变了包装 罗梅林还做了一件事 带着黑泥运输称字 黑泥的话 它也可以防止它一个破损 这样子储藏的时间也比较久一点 收到货吃不完一餐 这样餐餐吃也照样鲜 所以我们选择了 就是用干泥去发货 黑泥可以延长称字的存活时间 带黑泥的称字 常温下能活四五天 没黑泥的称字 只能活两天左右 黑泥还能减缓碰撞力 保护称字壳的完整 消费者吃之前 再将黑泥洗掉就可以了 解决了包装的问题 罗梅林直播更有信心了 它坚持每天在黑泥堂直播 慢慢的 订单量越来越多 多的时候 罗梅林每天可以通过线上渠道 卖出五百多斤银子 父亲嘴上不多 心里却很为他骄傲 罗梅林不光自己赚钱 还帮助当地养殖户 也在线上销售称字 越来越多的养殖户 跟着罗梅林学习 搞起了直播销售 你看这个称子肥度了 它外面已经拖出来了 带黄色了 通过网络 长街称子打响了名气 也卖得越来越远 农户想尽办法 让称子产得多 卖得远 当地政府也一直在动脑筋 提升长街称子的知名度 想把称子产业做大 长街镇政府决定 举办称子节 在这个探索创新的 这种模式之上 我们进一步的提升了 我们称子节的影响力 让我们全国各地的老百姓 都能够看到 我们长街称子的特色 也同时带动了 我们长街的美誉度 和知名度的提升 带动了老百姓的征收支付 称子节在每年的 清明节前后举办 持续到五月份结束 称子节上有挖称子 免费品尝称子等多种活动 政府还给养殖户们 提供了摊位 大家可以在称子节上 销售自家的称子 这边的称子吃起来比较甜的 而且只要白水煮一煮 加油蘸一蘸 味道就非常的鲜美 我们也在网上了 刷到这些饰品了 所以我们就来这里买了 称子节让长街称子 声名远播 发展到2022年 长街镇的称子养殖面积 达到2.5万亩 原本是不期耳的土特产 当地人围绕他们 大作文章 让小小的称子散发光芒 也激活了特色产业 长街人扭转产业困局的法宝 其实总结起来就是六个字 叫产得多 卖得远 为了提高产量 当地人给称子搬家 还想出了给藻类施肥 等等办法 让母产量增加了2000斤 为了把称子卖得更远 当地人设计礼盒包装 采用线上宣传销售 等等办法 让称子走出了长街 不断创新 大胆尝试 传统老行业 也能焕发新生机 好了 各位 今天的支付经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